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很久沒有來錄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些新的東西 那這一次呢主要來介紹的是 這一次新推出的一個功能就是省電模式 那很多人在問說省電模式從哪裡去啟用 很簡單它就是在這裡 它不在設定裡面 它在這個設定藥水 藥水這個自動使用比例的地方 原本這些選項都有啦 除了自動省電之外 其他的都有 然後這裡啊中間這個省電模式 開始按下去之後 它就會自動進入這個省電模式 我們現在看 這樣子的話這個畫面就是省電模式 那在這個模式裡面啊 我們現在去隨便打個怪 我們隨便去找個地方來打怪 我們來找 47好了 隨便找個地方來打怪一下 這邊的怪比較弱一點 47 我們主要是要來測試 讓大家知道省電模式下 它那個畫面會 會給一些什麼資訊出來 那我們現在進入省電模式 好那 這邊很明顯它要顯示一個自動戰鬥鐘 那就是代表現在我是開Auto的模式 然後顯示目前的位置 金幣獲得的金幣 然後還有經驗值 那下面這邊有一個獲得道具 目前是都還沒有 那等到它有一個 你獲得任何一種道具的時候 它就會在這邊一個一個一個的顯示出來 好那大家比較有疑問的是 右下角這一個 右下角這個回捲 它到底什麼時候可以使用 因為其實在這個畫面的時候 如果是內掛的 其實只有內掛會使用這個功能 外掛一定不可能 那內掛的時候 這個按鈕它到底有什麼用 譬如說我今天可能 已經看到我的雪在跳 可能是被玩家打了 那我如何去使用這個功能 那我們先解除一下 我們先解除這個省電模式 我拿到一個東西 好 那我們再回春 我們去試試看如何去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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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卷 好 那我們現在先隨便來打一個警衛 好 打個幾下 好 讓警衛來打我 然後我們這時候打開省電模式 好 你可以看一下喔 待會我雪降到一個長度的時候 這個灰卷 它會自動亮起來 它會自動亮起來 好 那這邊的話 中間也會顯示我剩餘的這個雪 好 來囉 準備囉 準備囉 好 現在迴旋它已經是亮起來了 好 200多的雪量的時候 它迴旋是亮起來 然後這邊會顯示我雪剩下多少 好 那其實 現在這樣大家就可以知道 它是 呃 當你的雪量要降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這個灰卷才會亮起來 然後在這邊啊 在這個畫面的中間 它會告訴你說 呃 目前的雪還剩下多少 那我現在死掉了嘛 死掉了嘛 它就會跟你說 呃 幾秒前死掉了 那如果是被其他玩家殺的話 我不確定這個地方會顯示什麼 或許可能會顯示說 呃 被什麼玩家殺死 也不一定 因為我還沒有在這邊死過 所以不確定 但是這個迴旋的功能 大家現在就很清楚了 雪量低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才能 它才會亮起來 呃 那這個功能其實 對玩家來說 其實 有點飢餓 因為 因為你要在全黑 你為了要省電喔 然後在全黑的地方 你要在全黑的地方去 呃 避免敵蒙攻擊 因為天堂其實它不是一個很和平的地方嘛 上面大大沙沙的 幾乎啦 幾乎有 除非你是在什麼 中立盟啊 然後沒有白目的伺服器啊 要不然 開省電模式 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那既然官方推出了 其實大家也可以用用看 因為 對於內掛來說 它如果 呃 不需要一直看螢幕的話 開省電模式 對手機來說 也是 也是比較好的 欸 它這邊會有其他的提示喔 至於藥水不足 好 那開省電模式對於手機的 呃 不論是耗電啊 還是那個發熱來說 都會 得到比較多的一個改善 那這個功能實不實用呢 大家就 自己去 評量吧 我就不在此 多說了 好 那感謝大家的收看 這一集 影片就錄製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一次見 拜拜 按摩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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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